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代志的利美人职责范围都比摩西时代的更多更广 例如28节提到在屋中办事 就是指圣殿里面的房屋由利美人守护和管理 第29节提到利美人管理层次饼 数制的细面和无敲薄饼 并且管理怎样制制的方式 过去都是制师的工作 现在交给利美人去负责 反映了利美人在大卫时代之下的重要性 地位大大的提升了 第30至31节是关于那帮四千人 用大卫所作的乐器重赞神的师班员 以色列人要早晚献祭 所以这里提到早晚站立赞美耶和华 是表达了献祭和歌唱是同步进行 第32节就是提到那四千个作守门的利美人的职责 就是看守会莫、圣锁以及祭司 他们的职责只要是防止有不洁的人进入圣殿 或者保持圣殿中的祭司他们的洁净 以防影响了礼祭的进行 圣殿的圣结 甚至是神的同在 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反思到 在28章19节大卫这样说 他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 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 所以某程度上圣殿的敬拜 是反映天上的敬拜 正如高明显牧师提到 历代智作者有意表达 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 是通往天上圣殿的地方 也都是体验天地合一敬拜的场所 所以我们明白到 历代智的圣殿记载都是反映着天上的样式 献祭的圣殿 作为神的子民都要追求圣结 成为圣结的子民 因为我们所敬拜的是圣结的主 特别是侍奉人缘 我们不只重视职能上的质素 更加要重视建立生命的质素 另外 利美人师班园他们的歌唱 都是反映了天上天事的歌唱 责美上帝 可以说是音乐的呈现 这些都是提醒我们 礼祭的背后 是遵守上帝的吩咐 让我们在世上能够分别为圣 假若见圣殿的硬件和软件 都是反照天上的敬拜 那敬拜上帝的人 生命有没有反映出 那位圣结的主呢 我想不仅仅是以礼祭去荣耀上帝 亦都是属神的人 用生命去荣耀上帝 愿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多谢你 借你的圣言提醒教导 更新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世约有关圣殿的经文的时候 原来背后都是上帝的吩咐 是上帝亲自的指示 敬拜的背后 原来都是对你的崇敬和遵命 这个才是你所喜悦的呈献 愿你帮助我们的生命 虽然我们活在世上 但我们却明白 我们是属于主 在生活中学习遵守你的教导 用生命作为对你的献程 反照上帝的尾线 将荣耀归回给你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命而求 阿们